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拍照一定難免會出現類似這種群情 有沒有 有沒有拍起來暗暗的 事實上因為我們用投影機看的話要更清楚 對不對 那這種群情就是所謂的逆光 在逆光之下你就比較容易出現這樣的結果 請問該怎麼辦 洗出來又很難看啊 乾脆不洗 事實上不會啦 這個其實還蠻快的 那我們可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還有另外等一下我們講一下 整張太亮或整張太暗 尤其像現在夏天有沒有 外面太陽很熱 今天還是好一點點 整張太亮 整張太暗該怎麼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您可以從這個地方 剛剛我們進到那個資料夾裡面 你可以從這邊上一層 它就回到外面去了 就往上了 就往上回到上一層 你找到右手邊 我這邊有準備另外一個 叫做相片編修 相片編修 有沒有 裡面這個照片就比較多一點 好 那比較多的話 我們請各位看一下 比較多的話 你如果從下面這邊請問你要瀏覽好瀏覽嗎 好像不太好瀏覽對不對 所以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喔 它在這個地方很貼心 這裡有一個 我目前為止看到其他軟體都沒有的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123 這個地方有123 這個就是你要看幾行 幾列啦 幾列 幾列的照片 你不用拖曳這個 慢慢往上拉 再來看不用 你從這邊 比如說我現在照片比較多 我就按2 對不對 也沒有馬上變2行 對不對 按3就變3行 這樣是不是你再看就容易很多了 好 這個是這個軟體比較真的別人沒有的 好 那我現在呢就來找一張囉 我們找看看 你要拍的暗暗的 好 在這裡有一個 一樣你就把它丟到上面去就好 好 那丟到上面去 它要問你說要不要存檔 好 剛剛那一張我們就按4就可以了 好 進來了 沒有錯吧 臉黑黑的 那怎麼辦呢 來 我這個先縮 縮起來 待會呢 我們會用到的主要都在這邊 濾鏡裡面的照片 我們用的都是這裡 待會啦 待會我們主要會先用這一塊 所以呢 您可以在這個地方濾鏡 請先找看看濾鏡裡面的照片 在這裡 待會我們主要會用到這裡 事實上Photoshop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好處 就在於說它沒有用很多那種太艱深的名詞 而且通常 步驟不用很多 就可以處理效果就不錯 不用像Photoshop說 全功能沒有錯 但是你什麼都要會比較能夠自由的運用 你如果某些概念不懂 很抱歉就不行了 好 那這個呢 請問逆光的話 那外面這邊應該是OK嘛 對不對 是不是只有暗的這邊要補光 所以它名詞很簡單 叫做什麼 暗部補光 有沒有 這個就用暗部補光就可以了 你可以試看看喔 來 我們一起來試看看喔 暗部補光 那麼預設的話呢 它會給你加百分之百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差一點點的 對不對 萬一不夠 你可以再做一次 你可以再做一次喔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夠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在上面看這樣稍微不太夠 你可以再做一次 當然你如果覺得太多 你就可以往後拖一點 不見得每次都要加百分之百 好 那我們就來看喔 使用前 使用後 請問有沒有差 有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有些時候 尤其你如果在數位相機後面那個螢幕上這樣看 或手機螢幕上看 這種照片一定會更暗 因為那個品質通常沒有像 我們電腦螢幕上那麼好 對不對 所以可能你就會發現 搞不好你剛才就刪掉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你看到 那另外呢 我們再看看喔 你看這邊 像這裡呢 我們來找看看 像這一張也是一樣喔 像這個觀山製造的 這個是什麼 很多人喜歡 觀山製造是拍夕陽 對啊 拍夕陽的時候人站在前面 結果就會這樣嘛 如果你有開閃光燈 可是閃光燈就比較不是那麼平均 所以其實像這個 你也可以嘗試看看喔 一樣的方式 照片裡面的暗部補光 好 你看使用前 使用後 有沒有發現真的只有按的補起來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麼我們再來看剛剛另外一張 像這一種的 整張都比較亮的 整張都比較亮的 或者是像在這邊 整張都比較亮的 好這裡還有一個 有沒有 這都很亮的對不對 夏天玩水啊 大熱天的玩水 在水面上的話 是會在反射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你拍出來的 照片通常會比較亮一些 那這樣怎麼辦 你可以來這裡 一樣喔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現在用的都在這裡 找到這邊 這個 就是用 所謂的 痊癒的 痊癒指的就是整張 整張 我們剛剛是只有補暗的嘛 那現在就整張太亮 或整張太暗的 我們來透過這個方式來做 好 所以你看喔 那麼各位呢 事實上 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 你所看到的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叫做曝光 對不對 曝光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數位相機 應該說數位相機都會有 您的智慧型手機 很多也都有 有這個所謂的EV值 有的它不見得翻成中文 但是 翻成中文就叫曝光 好 那它一般來說 這個值的話 會在什麼 中間 在這邊會是0 然後呢 右手邊是正的 左手邊是負的 絕大多數都在正負二之間 好 就正負二之間 那太亮的 就把它用減的 太暗的 就是用加的 事實上 你在拍照的時候 就可以做這件事情了 只是平常 大部分大家都懶得做 哈哈 哈哈 買心就不會浮 好 所以都 你也可以回來做 那 所以我們試著調整看看 你看 這張太亮了 所以就把它往左邊 有沒有變負的 對不對 好變負的 那我們把往 差不多到這邊 應該可以 好把 有沒有發現兩張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它整體的變暗 那相對整體變量也是 所以其實 這個部分呢 我們再拿 在數位相機上的話 真的 你也可以看得到